代表基隆市長謝國良出席的市政府執行秘書蔡志穎 基隆市議員秦珍 余三發 以及安樂區英哥里長邱美族 甘城里長余秀珍 和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等人 陪同市智長者們面對面一起比賽 用紙杯杯底傳桌球的遊戲 大家玩得非常開心 加油 加油 你把他講話 這是由基隆市衛生局長期照顧服務管理所 主管輔導的安樂區機制一起玩學堂 居達樂自學堂服務據點正式剪載 這也是詮釋第11處失智服務據點 安樂區的第2處 希望可以照顧服務更多的失智長輩延緩退化 尤其是很多長者喜歡來這邊對不對 熱鬧對不對 大家一起來互動一起玩遊戲 那我們看到這一個也就是代表說我們 居達想要往社區來做發展 往社區來做發展 之前我們都是在做居家在做專業服務 我們現在是透過社區式的活動 讓長者可以在這邊得到更多的一個協助 今天這個延緩失智的據點我們會先知道說有時候開始要拿了 我不會拿到比較明顯的時候我們來這裡我們上口我們就不會拿那麼快 所以這部分病人的幫忙做這個工作管理也是很重要 再來就是我們衛生局 我們衛生局因為市長有很支持的議會也有支持 所以我們七月分開始 我們有成立那個叫做長期照顧服務管理所 叫做長照所 過去關我們的長照的一半在衛生局一半在社會處 而市政府推出的長者照護平台也一并宣導給在場的長者跟家屬們了解 只要長輩照護平台就是平常我們在家裡面 我們說當時大會也沒有鬆懷 我會跟你說說我肚子痛 請肚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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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們家庭會去專人幫你服務 跟你說有沒有需要急診 趕快去掛急診 或是明天趕快去診所就醫 我覺得這都是市長的德政 晚上你平常人在痛苦的時候你去問誰人 我們家庭現在有一個力量 你可以直接在力量裡面問專業的醫生 專業的護理師 像剛才我們家庭所說的 你如果覺得你在哪裡痛苦 我覺得怎麼樣 你要問誰人 有力量 理性休息就醫生給你問 基隆市衛生局表示 基隆市已經成為超高齡化社會的城市 也就是每五位市民 就有一位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因此隨著老年化和超高齡化的到來 失智症長輩的人數預估也將跟著增加 出估目前基隆市就有5413人罹患失智症 記者……